謝謝大家 今天首先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 在高層區改洋廠 農業改洋廠 百周年的時候來跟各位見面 我是李章主 目前在東京大學任教 這個題目各位一看就知道 大概會不會可以睡覺了 因為一定會講到分期包裝 十幾年成的畫質 運效情景 我們也提到這一些 我想今天試著從不同的角度來切入 講一點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今天的重點會提到所謂外銷跟內銷部分 因為這個目前來講 是目前比較熱門的畫質 前眼的部分我想 高層地區有很多熱帶的不錯的農產品 那運效的問題為什麼會產生 國外物品就是生產地跟消費地不一樣 所以我們這篇文章主要是說 到底我們現在找瓶頸 那我們內外消費 這應該怎麼用來做 大家會從一個比較不同的思維方式 來跟各位來做經驗的分享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來講 選瓶頁 選瓶頁是製造業還是服務業 每次在說99%的人都會說選瓶頁應該是製造業 可是有一家廠商用那個廣告 來講說他選瓶頁是服務業 他的廣告是這樣 一個畫面而已 那上面就一座橋 那下面打動了兩三堂的日 他說透過我們選瓶的提供 把這座橋把它給建立起來 我們讓東邊跟西邊的人可以互相往來 達到溝通的目的 所以我們提供的是一種溝通的成物 所以它不認為它是製造業 類似今天是希望用不同的角度 多一些看法 那這一家主要在講 冰銷瓶頸不外乎都會談到運跟銷 那在運的部分 大家不外乎就是看你的產量 多少它的配送範圍有多遠 那目前來講在農產品的這一部分 都有專業的這個物油配送車 比如說葡萄 現在都有葡萄的專車 從南部到北部來說 這種所謂運輸的這種職能提供 而是讓你目前來講 比較大的問題還是在銷的問題 因為生產不會有問題 產不會有問題 銷不會有問題 你產如果不會有問題的話 銷自然就不會有問題 這是必然的效果 那銷怎麼樣才了解 國外部這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 所謂是化整 有四個方面來分析 目前國內外這些農特產品 有什麼樣的特性 我想要講這些之前 國外部就是 你要對消費者深入的了解 消費者如果不了解 那你根本不曉得怎麼樣 跟他來接觸 有合法去農品那一邊 農品都會跟我們講 哇 它這個東西 甜度多高 那麼高深的技術 把它給生產出來 那如果這樣在想 今天消費者 要的是什麼 要的是水果的水分而不是糖分 你要的應該是 來跟人家講 我的維他生 維他 這個 維生素C 維生素B V1 這些有多少 水分的含量有多少 你一直在想 那個甜度 糖度 反正對消費者來講 它不一定 這會這種 是它所需要的 當然 這種甜度高的東西 還是一樣 因為你要只有你的市場 只有衣品市場 那從這一端 此外的分析 你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農造產品的特色 大概就是 我們的技術 真的是不錯 那市場的接受度 也蠻高的 品質也不錯 那我們目前比較差的地方 就是需要加強 你的生產者 不要不了解 消費者 你在想的是什麼東西 尤其我們在想 產銷 產銷 一半都是從生產的角度 來看怎麼銷 而不是從消費者的角度 來看 我們應該給他們來生產 比如說 這個台灣省農會 最近也在談 那希望在台中弄一個希望廣場 哇裡面 要擺什麼 賣什麼 那大家在想的時候 怎樣 去分配這些攤位 有些不同的一些資證 或不同的產銷 或不同的協會 來建築 但是都從來沒有想過 應該要進行消費者的調查 到底消費者來到這個場所 他希望是要花多少錢 那在口袋裡面 我們可以撈到多少 那從這裡面再來想 我們應該怎樣 來弄一個張平的組合 來吸引消費 能夠第二次第三次持續 此外就要說 我們都是從生產的角度來看 銷的問題 我們就從顧客角度來看 銷的問題 這是未來 我相信 未來有一個很大空間 可以從這個部分來切入 比如說你是外銷蔬菜到日本 你會發現他要的 可能不是要很大的白菜 他要的可能是每一粒都是很小小的 因為他們每一個家庭的人口數不多 然後他們的都市也很擁擠 所以每一個家庭平數也就多 所以他們冰箱大不大 一定小小的 冰箱小的話 他不外乎就希望買回去的每一種 你懂的 紅色的產品 或是 蔬菜水果之類 一頓 或是一餐 或是一片 就可以打給吃完 所以你的蔬菜要不要長得很大力 不需要 但這些都是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 所有 這個 怎樣來銷售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 農色的產品 產量的品質 有時候沒辦法維持一致 這個意思是說 紅網我們會說這樣 量販店跟各位產業班 那時候接觸 或是跟農會接觸的時候 都會說 你的產品真是不錯 你的聯誤很有特色 我們進格 就會一把箱來賣看看 賣得不錯的時候 他說好 那下一次兩個貨櫃 那這你就傻眼了 不小心他找兩個貨櫃的聯誤來給他 換句話說 小批量的時候 看看沒什麼問題 大批量的時候 品質怎樣去chip 這個網網是一個 非常困擾的這種 末端通路者的一個現象 那這個不來不來 要透過這種大規模生產 但是別忘了 台灣畢竟只有小農 那小農你要怎麼做 你就做出你的特色 你如果沒有特色 跟別人都一樣的話 就很難在市場上面 跟人家所取得 就舉一個例子 我們現在台灣 一直在想休閒農業 每一個農場 一一在政府輔導之下設立 你到底要吸引的是怎麼樣的客人 我們舉一個國外的例子 瑞士 瑞士都會到這個滑雪勝地的國家 那一些不錯的山頭 都一定拿大的集團進去開發 那大集團 加持了他龐大的財力 所以他開發的面積一定大 一定有豪華的飯店 餐廳在旁邊 再變成一個體系 所以他吸引不錯的那種爭草 但是也有那一種 早期就已經在那裡 做這種所謂 滑雪勝地的那種 小型的業者 他可能資金沒那麼多 那這些大的財產進去之後 他怎麼辦 他怎麼辦 因為一看別人帶的房子 又新又大 人家的滑雪坡道設備又好 那他們 不明明的 就是早點去 到那個地區 然後設一個滑雪場 那來的顧客 大概是這一些 跟人家去創造我們的第二孫 他們的做法是 他們自己想 怎麼樣的 把我這個小型的滑雪場 特色的把它給彰顯出來 所以他們就想出來 一種方式說 你大的這些財產進去開發磚頭 一定那波度不會很好 因為你要吸引大批的遊客 那不能說太危險 所以大概有一個四方的波度 就好了 也因為這樣的結果 所以他們這些小型的滑雪場 就找到那個登基 大量去廣告說 我的波度 就是瑞士上面 可能是最短 可能是最危險 可能是風景最好的 所以顧客來到我這裡 你可以透過 我這一種滑雪的道 看到整個瑞士 最美麗的這種風景 或者是體驗你 是不是最厲害的這種刀手 然後來刮看看我們的滑雪道 我們的成績是如何 因為這種方式慢慢 它吸引了協會加入 來他們那邊看活動 慢慢的這些小型的滑雪場 依然是毅力不搖 而且這是一個例子 從別的產業來看看 我們台灣怎麼做 或是看我們農業怎麼做 或許有一點啟發的作用 目前我們的機會當然是品質不錯 很多產品特殊具有競爭 尤其在大陸 這一塊的話 大陸台灣的產品 也要放上台灣這兩個 就是有莫名其妙的感覺 但是問題是 我們要賣給誰 我們要外銷到大陸 香港等等之類的 國外出 第一步一定是賣給 你所熟悉的顧客 也是所謂的台商 泰國一直在想盡辦法 要進口他們芒果來台灣 芒果在那邊用兩大品種 一種是所謂黃皮的 這是台灣人看得到 另外一種是綠皮的 是直接搖起來才行 他們一直希望進來台灣人 不是那種黃皮的 而是綠皮的 那我就問他們說 你進來綠皮的 我們台灣人 沒有試過這種東西 誰會接受 他說沒有 我不是要賣你們台灣人 我是要賣在台灣的泰國外籠 所以一樣的道理 大家都找自己熟悉的顧客先下手 然後從那一邊慢慢再去 培養其他顧客 然後創造出 日夜的這種上機 那當然目前 雖然不管你的優勢 怎麼樣機會 還是有一些威脅 尤其就是國家 其他國家的低價競爭 最近你會發覺 因為台灣 從年初 下去高低低游之後 常常有大陸的一些 台商回來台灣 一直在問 你台灣有沒有哪一個通路 可以從他大陸那邊 進來 他在那邊種的這些農產品 現在也有很多人在這種試探性的 在問有沒有可能會成型 我相信不用多久 一定會變一種新的供應鏈出來 在大陸生產 賣到台灣來 放個包裝 再銷到大陸去 然後說是台灣弄的 價格讓他變得比較高 當年的走法一定會走上那個境界 所以從政府的角度來講的話 就變成什麼樣子去讓消費者了解 什麼是國產 什麼是鏡頭 換句話說 安全的把關 就變成是非常的送料 而且我們內銷市場 不要發 不要國外的低價進來的話 國外又跟人家講的是 我們的生產的過程 安全是怎麼把關 什麼東西不能加 什麼東西可以加 國外進來的 他們沒有這樣的要求 所以可能會有什麼樣的疑慮 讓消費者知道 進來來選我們的國產的農產品 因為不能夠老是用妥號 而且我們看 這個開喜婆婆為什麼 賣烏龍茶會賣得那麼好 主要給你一支 烏龍茶這種東西 我們小時候被教 你要喝烏龍茶要喝熱 你喝冷的話 肚子一定會痛 那如果你不小心喝冷 結果沒有痛 你會很高興跟長輩講 你看沒有痛 所以你講的是謊話 大人為什麼跟你講 那是因為年輕 小孩勞力的呆 都是用這種威脅性的想要跟你講 烏龍茶一定要做熱 成幾何時 隨著這種氣球的改進 鮮烏龍茶可以放這種冰的 而且放在冰箱 可以長達三個月或電子 那這樣一個產品出來 是誰不會接受 是年輕的消費者 還是年紀大的 一定是年紀大的 因為他觀念裡面 認為這種東西要喝熱的 所以廣告商 他就會用一種年紀 這種同彩的這種 影響效果 就是找一個拆喜婆婆 然後跟人家講 聽得意沒有 他誰對不對 所以我這麼大都在喝了 所以台灣的這邊 雲花族人 你也不要再滑飲 跟著我一起喝就好了 這種的方式 你會發現 效果是會剛顯出來 你看工商業界廣告 尤其在講 蒙測產品的這種飲料 一定會講 我一定在沙灘 一定有美女 一定是笑嘻嘻的 然後跟你講 這麼嚴重的天氣 喝這種水果多好 那我們國產的 自己的這種 所謂水果的廣告 一定是這樣 帶董事 一定找農民 然後拿石頭 然後跟你講 這是我們從這塊土地 省出來的 藏種出來的 年紀大的會不會接受 絕對會 年紀新的會不會 不會 因為他不認為 這個到底 跟我有什麼生活上的關係 所以思維模式 必經一定要變 因為不變的話 你會發覺 這個世界 變化實在是太快了 你看手機 台灣的這種 補給力 早上我看到一個數據 以台北市來講 手機的補給力 是高大 44.4% 電腦的補給力 是高大 88.4% 所以換句話說 現在都會區的人 生活習慣 已經變成是這樣子的話 那在產地 我們這邊 是不是也要利用一些 新的科技 把這些產品 把它給賣出去 舉個例子來講 雅芳 上個月 只用手機 雅芳 在兩天之內 賺了4千萬 他怎麼賺 他只是發簡訊而已 他們換了一個總金 所以 在6日 7禮拜 5日之後 發了一個簡訊 給所有雅芳 人門市的小姐跟他講 這個 6日 明天跟後面 哪一種系列的化妝品 全面打8成 只有發這樣一個 發這樣一個簡訊 一個簡訊 各位知道 這五毛錢 你花的量大還會再打成 雖然行銷成本很低 但是兩天之內 他就進不來思想 這是一種新的做法 也是用行動商務來做 這種買賣 這樣來做 剛開始一定會吸引人 慢慢我相信會有一些聲音出來 比如說你出銷的東西是 付存品 這些都是類似的例子 各位講這 從不同的作為 來看 什麼問題 怎麼樣來解決 那我們看這個 這個 農色產品的話 國外部把市場分成內銷跟外銷 那外銷部分主要是 我們在國外的市場 比較陌生 到底要賣給誰 他需要的是什麼 那怎麼樣來賣 這大概也是 最傳統的三個的問題 那賣給誰 找台商 這個是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 那他什麼東西 大概你也比較知道 因為都是在台灣待過 那如何把它賣到對方去 這個可能才是瓶頸 怎麼樣子 把它給賣過去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去那裡展售促銷 然後那裡有什麼質品展 人就過去 效果好不好 平安心講 只是達到市值的效果 現在已經看所有的單位 出去做那種外銷的展售 真的沒有拿出成績回 現在看到的是少之又少 看到反而都是一些 比較不理想的那種 那種銷售的手法 就是互相賣砍價格等等之類的 那市值也不是說帶最好的產品 過去給人家吃 那市值的目的也也不曉得 然後市值的結果 沒有辦法去量貨 但是不然人家說 那整個東西 說也不太好 這個就目前我們 這個在國外外銷 這種所謂銷售 場所的感受 面臨到的這種問題 事實上我們一定要 另外一種方式來想 我們為什麼要走出去 為什麼不叫人家進來 我們為什麼不去國外找 國外的通運商 例如它是連鎖超市 招待它 全程招待 從飛機要 飛機票一直到最後住宿 吃喝完了 都給它招待 來臺灣看看我們的聯物 是怎麼種的 怎麼生產 怎麼運銷的 讓它對我們的產品有信心 那每一頓飯 就跟它吃飯喝酒 沒關係 喝到後來 你會發覺 我們多多一杯 他就多買一個貨櫃 你會發覺 那個效果才會大 你會發覺的 有很多朋友 一次來 兩次來 第一次是總經理 第二次是副總經理 第三次是銷售經理 一波一波 我去給它洗牌 洗到後來 你這個東西就這樣出去 因為人跟人在做生意 往往是 人際關係本來是最重要的 給人家試吃 是讓消費者知道這個是什麼 當然這也是個方法之一 從消費者來跟賣東西的人 讓他知道消費者的藥是什麼 但是這個不好做 因為消費者太龐大的一個族群 你怎麼一抓到這些人 不容易 所以你應該要用另外一種思維模式 乾脆把那些真正的銷售能力的單位 拔起來台灣 旁邊帶他到台灣的東西 給他去走一走 讓他知道 台灣真正好的東西在哪裡 第三個 消費者怎麼去瞭解 我看荷蘭他做法 這樣可以提供給各位做參考 荷蘭政府單位 有派出90集的人 在支揭各國 幫忙收集這些 這些國外的情報資料 每隔四個月到六個月都會 被荷蘭政府再抓回去 開會 說國際情證有什麼改變 消費習慣有什麼改變 以我們台灣來講 類似這樣的室外單位 可以類似這樣的幫忙 我們農業單位來收集這些資料 但是我跟市外單位聯繫過 他們說這裡他們還想做 他不曉得他需要 就是說國內的農業單位 需要是什麼樣的資料 他說還不曉得 國內那邊講 是不是需求 他在國外當然就沒有辦法來幫忙 所以這個未來還是需要去做 就是說外銷是要走這一條路 但是這一條路走起來是另外一個故事 跟內銷是完全不一樣 你從內銷的思維模式去看外銷 你就要發現 你怎麼走啊 就這樣跌跌撞撞 跌跌撞撞 你去看泰國 泰國為什麼他的植物欄 在行銷全世界 別忘記 他是有充分利用所謂的貿易商 把貿易商找來 政府作為終界者 也就是剛剛講到政府的角色 政府是作為一個終界者 把產銷雙方都找來 貿易商就是銷 生產者就是農民農業代表 然後兩天坐下來在政府大廳裡面 然後開始你們去躺 產跟銷 你要賣多少 價格多少 你需要多少 然後會議結束之後 政府的人再出來看看 有沒有什麼不公平 大家是不是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就回去了 政府也不過問你們的價格 你們的數量 但是久而久之 政府從旁邊就會知道 原來新年的外銷量有多少 價格大概是如何 為什麼他們泰國政府要這樣做 是因為如果政府都沒有接觸的話 貿易商會欺負農業大陸 這是必然的結果 因為他知道什麼銷 所以他會跟你講很多理 國外消費行進店 國外怎麼樣 國外怎麼樣 所以你這個東西不好 所以政府有必要是 站在一個所謂協賞的角色 來看怎樣把產品 把它給弄出去 內銷部分 會哪不外遇就是說 產品還是來產黑銷的問題 就是消費者 要到底是多少的量的需求 事實上需求可以說蠻難的 但是你要用一些新的手法 比如說在日本 他們已經弄好了 預估在2005年要弄出來 以後比如說各位 你帶著手機在路上走 經過一個百貨公司 你的手機突然間會響 因為百貨公司讓你發出簡訊 你去看你的手機跟你講 我這個百貨公司裡面的蔬菜水果 全面打八成等等之類的 什麼促銷方案 都要在你的手機上面去想 然後刺激你進去購買的這種意願 那在農業方面 我們就變成要對消費者的習性 有更多的了解 到底在什麼情況之下 消費者會買什麼東西 那它需要到底是水分還是糖分 就以這個水果來講 那以蔬菜來講的話 到底是著大的一個動量 一個體積可能是最好的 那以後觀對策的部分 我想在外銷部分大概有三個步驟 我會提供這個參考 第一個是所謂行銷學 在講STP 什麼叫STP 第一個 S就是所謂區隔區你的市場 T就是所謂找出你的目標市場 T就是所謂找出你產品的定位 那三種方式來找出你的商機 什麼叫商機 簡單一點就是把複雜變簡單 不然就是把簡單變複雜 這兩個都會有商機 把複雜把它變簡單 當然人家會請你來提供服務 這個比較不會有問題 簡單變複雜為什麼沒有商機 各位去看加油站 加油站 我們現在會越來越慢慢的 會來 加油站會上去成本 慢慢會要求自己來加油 他打幾折或是打多少的折扣給你 吸引你來加他的油 顧問的消費者一定會給他吸引去 但是慢慢你會發覺賣油 市場不會賺錢 以歐美的經驗來看 你也是要提供其他服務 你才會賺錢 所以在歐美的信念都是在旁邊 開什麼餐廳超市 那些問題來的 你開了餐廳超市之後 你怎麼吸引顧客進去 所以歐美的做法就是 我幫你免費洗車 但是你司機你不用進去 自己把車子開進去 我這個消費站的員工 幫你把車子開進去洗車 你人在旁邊那個超市裡面 或餐廳裡面 在那邊等就好 你這樣來等自然就要買東西 所以他車子就給你慢慢洗 慢慢的 然後你會把鞋在裡面 待了越久裡面的商機又越多 那這個就是一個 把簡單變複雜的一種 過程裡面去找他的商機 那回到這邊來看 第一個你要先找出來 所謂的市場到底是在哪裡 現在大家野心都很大 臺灣的農產品要走到全世界 要走外銷 今年打美國市場 今年打加拿大 或者打英國 第一次你要打哪裡 野心太大了 把某一個市場吃下來 你就已經不得了 你說加拿大 光那個溫哥華 你能夠吃下來 那裡有華人 你就已經不少了 因為那裡的人 等於也是在 這也是臺商 是臺灣人 居多 你叫溫哥華 還有講英文 你講中文 到處都可以通 所以只要把溫哥華 把它撕下來 這讓那個市場 就已經夠你了 這個非常不錯的一個 外銷的一個通路 不需要野心那麼大 到處都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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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也要把這些經驗 大家來分享 比如說肥 去找那個地區 賣賣的情況是怎麼樣 消費者要是如何 才不會來說去展售 結果 找人展售小姐 對我們臺灣的農財品 又不了解 然後把木瓜拿來怎麼樣吃 這個我講 你可能也不敢相信 把那裡木瓜切開 那各位知道木瓜上面 在臺灣我們都是用 拿湯匙把它刮掉 然後開始就吃了 那最後皮我們不吃了 所以怕這個是 這個姿姿小姐 他又不是在臺灣呆過 所以他不了解 他又把木瓜剖開 然後看到外一些紙 就拿刀子割過去 就厚厚一層 一層肉就這樣丟掉了 所以剩下來 只剩薄薄的一些 然後他再把它切一層小塊 上面擦也要先讓大家吃 結果那些四肢的民眾 也沒有吃過木瓜 所以就認為木瓜 他也要連皮只吃 所以你說木瓜 他會覺得好吃嗎 不會 所以他就反問那個 是不是小姐 這是臺灣來的嗎 這麼難吃 所以他小姐 這臺灣來的 這臺灣來的 所以我也沒有發覺 不去還好 一去把這臺灣的市場 形象把它給搞壞了 所以出去 你之前 要先對當地的市場 有一些了解 最好的方式 比如找那邊留學生 也是一個方式 找那邊的外單位去瞭解 這也是一個很好一種方式 他們安然在買東西的行為是如何 然後呢 接著把市場 切出來之後 再找出一個 你比較喜歡的 當作你的目標 那最後 就是你的產品的定位 再會根據那個目標 比如你要找的是 溫哥華的 保守得的 或者是 架型式的 那如果是架型式的 不外面就要 試著要進去他的超市 那問題是你的 超市的產品 你進去之後 怎麼樣是讓他 突顯出來 有很多的手法 比如臺灣啤酒 怎樣在 溫哥華那邊 賣出有一定的口碑 那是一個貿易商的手法 他進了這個 啤酒上面的賣場之後 他自己花錢 再把這些啤酒買回家 然後讓那個超市 一兩個月之內 發覺 怎麼這個啤酒這麼好賣 怎麼這麼多人 如果進一個貨櫃 就被買一個貨櫃 進兩個就買了兩個 所以他位子 就越矮越好的位子 剛才只是比較小 一個角落 試看看 就沒想到 越來越好 這個位子 越來越明顯的位置 量也越來越大 結果就這樣子 就把臺灣啤酒的品牌 把他給塑造出來 這相當的手法 類似 金車飲料 金車飲料最厲害 在哪裡 咖啡 為什麼厲害 因為他第一次 引進來咖啡的時候 臺灣有沒有人知道咖啡 不知道 咖啡怎麼說 也不是很了解 但是他很厲害 就在很短的一枚之內 開發類似十七種的 咖啡飲料出版 所以 對消費者來講 好心思 怎麼一下子 這麼多咖啡品種 這個量 咖啡製造一定很大 讓人家喝一瓶看看 所以他很厲害 在每一瓶的上面 都不會給你講 那是金車飲料 所以你怎麼看來看去 你就只有看到工廠名稱 沒有看到 那個區域的名稱 但是他是怎樣 把他坎品的定位 就把他定的非常清楚 所以這個是三個手法 接下來 當然要 有一些適當的行銷手法 來進入市場 比如說這一次 台灣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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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他們去英國 英國的感受 效果不錯 為什麼不錯 因為他們去英國的時候 所有的台灣的廠商 或是其他國家的廠商 去人家私資的時候 當場都沒有一個model 就是一個 一個什麼現場的活動看法 之類的在那裡宣傳 台灣雕的做法 就找一個白的 金髮美女 要求他要替身包要好招 這樣一群點裡面 一走過去 你會發現 怎麼一個這麼高的女孩子 走在你旁邊 然後他身上 他手上來拿著這個看法 他寫了 台灣雕塞地域的談論 效果就非常的好 這個就是一個例子 你要想一些 新的這種行銷的手法 來弄 所以大家來注意 這個產品到底是如何 在內銷部分 福岸屋就是品質 跟供應量 要盡量能夠穩定 這個怎麼做到 福岸屋 你也要稍微 稍微要不要 想得遠一點 我們看到很多的例子 一開始的時候 跟量販店在簽約 大家都很高興一下 是這樣的 結果很大 然後就可以把這些產品賣出去 這個量販店 因為有你的存在 所以它 你很擁定工作 它也能夠繼續開分店 變連鎖 但是一般來想看到的是 當它連鎖到地底價的時候 它開始就會變新了 它就會發覺說 難道最好農產品 只有你們提供 但是它沒有 替你再想的是 你為了滿足它 自家的量 你背後已經叫一些產銷班 叫一些農民 要擴大生產的規模 等到它開始變新的時候 就會說 那我來培養兩個公英商看看 那我自己的量大 所以有一個A體系 一個B體系 然後看看 那個公英量 怎麼如何 跟它的價格跟品質如何 結果 它只要一稍微 把訂單做一點改變的時候 比如說 只剩下百分之六十 或百分之七十的訂單 在你手上的時候 你點就綠油了 因為你已經叫蒙蒙都重了 量還要那麼大 這時候你怎麼去銷 所以未來你會發現 每一個單位 你的通路一定要多 你一定要有一些什麼 可以是透過網路來賣 有一些透過行動商務來賣 有一些可能是透過遊貨來賣 或是透過店面來賣 當然第二個 就是尋求新的行銷通路 實踐關係 簡單講一個電子商務的例子 目前有一個廠商 他就找幼稚園 幼稚園來合作 怎麼做 他做法是請幼稚園這邊 簽的合約 所以你至少每一月會公安定 多少量的蔬菜水果 然後這家公司免費幫你做網站 然後這網站上面 教導小朋友 什麼叫蔬菜 什麼叫水果 西瓜長什麼樣子 等等之類的 西瓜怎麼長出來的 等等之類的 然後接下來 這家公司是找營養師來搭配 我變成了 類似賣髒毛的ABC餐 然後讓小朋友自己點選 你中午要吃什麼餐 所以那個幼稚園 生意非常的好 好在哪裡 這小朋友會去跟爸爸講 他自己來協定他中午要吃什麼 所以變成是他早上八點 來到幼稚園先玩一玩 在九點的時候 他就要進去辦公室 然後自己去點選 選擇他中午要吃什麼餐 然後那家公司 就把這些產品 把農產品 把他給切好弄好 送到他們的廚房 把他煮出來 那小朋友吃得很高興 透過這些營養師 跟小朋友來講 蘿蔔有什麼好處 白菜有什麼好處 吃的食物有什麼好處 所以小朋友不是只看ABC餐 他在看裡面有什麼的農產品 蔬菜水果的拿起類 用這種方式來推廣農業 跟推廣所謂電子商的這種通路 我想這個是例子 提供給各位做參考 主要結論就是說 現在大概就要把它活活化 沒有活化的話 大概問題 還是會老是倒在那裡 你要先想一些活性化的東西 才有辦法把農產品 帶入一個新的境界 現在就成功了 你看我們的太婆就是 現在透過小包裝 一口就是一個太婆 實際上是那種創意 現在經濟部也在補島 工業店要來針對所謂 旅島 綠島 綠島 綠島的推廣班 能不能把它給小包裝化 或是把北谷的柿子 也可以把它給小包裝化 或是我們看到一盒六粒 一盒幾粒 未來一定就是一個包裝 透過這種高品質高包裝的方式 把所謂創意 帶入到農業裡面 我想今天 我們的實踐關係 更多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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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透明PG 最近 二代紙果方面 受到很多外銷 也扯到 多余地硬直撕銷 所以這些經驗 我想對我們 商交辦公室來講 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 這個 開口的資料 我想我們還是 認同 這一次的試試比教授 謝謝 现在我们就请这位小官队 到废场外面 想跟我们开点休息